大家好,我是EMU 现代人透过基础的天文概念 我们能轻易地理解 日月的运行是源于心体间的自转与公转 然而,在缺乏天文概念的过去 天象对于古人来说 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 那是凡人无法契及的神的领域 在那样的时空背景里 神话不仅是信仰 也是人们赖以理解自然现象的知识库 高挂于天际的日月星辰 从古到今都具有极高的话题性 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 也都有着太阳与月亮的传说 在北欧神话起源的影片中 尤盖略地提到 诸神在创天地的过程中 捕捉了来自火焰国的火花 并将这些火花泡散天际 成为了天空中的点点繁星 最大的两处火花 就成了太阳与月亮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在北欧神话里 那关于日月的传说 太阳与月亮 皆是来自火焰国的火花 火花是十分唯美的说法 若用精确点的方式形容 它们其实就是两团巨大的火球 而这两团火球 被安置到了天空中的两辆马车上 而这两辆马车 也因此成为了日车与月车 日车上载着最大的火球 这颗火球释放的热能相当猛烈 为避免太阳的高热烧坏马车 太阳的前方隔着一面巨大的盾牌 这面盾牌有效地阻挡了太阳的热力 据说 当这面巨盾掉落时 整个世界就会陷入火海 太阳的烈焰将会吞噬一切 日车有两辟太阳马拉动者 而这两辟马名为 亚瓦克与亚斯维 亚瓦克的耳朵和亚斯维的马蹄上 被诸神刻上了卢恩符纹 使他们不会因为疲倦而慢下脚步 能规律不间断的永恒运行者 越车的外观与功能 与日车大致相同 主要的差异在于 越车上的火球发出的热温和了许多 少了隔热盾牌是两者间的最大区别 马车已准备就绪 再找两名驾驶就大功告成 于是 诸神开始招聘驾驶 但招募的情况很不乐观 主要是因为 这份工作的职务内容 相当的枯燥乏味 最要命的还是全年无休 当然没有人愿意应征 这让诸神头痛不已 就在这时 一位名为蒙迪福利的巨人 带给了诸神合适的人选 这位蒙迪福利又被称为世界轴的推动者 他是祖师天体运行的神 他有着一双儿女 女儿名为舒尔 儿子名为马尼 这两个孩子长得十分漂亮 蒙迪福利便到处与人夸耀 并骄傲地称起子女为日月 蒙迪福利赛小孩的举动 让认为人神有别的诸神 感到很不适滋味 诸神想了想 干脆就成全他自以为是的说法 于是诸神便将蒙迪福利的儿女放上天空 并命令他们去驾驶日月马车 就这样 在命运的捉弄下 舒尔成为了日神 玛尼则成为了月神 舒尔与玛尼就任后 很快就发现了 日月神的工作不仅无趣 还有着极高的危险性 大家应该知道 狗最喜欢追着车子跑了 没想到在神话里也不例外 日月马车的后方 总是紧跟着两头二郎 追着日车的是 史科尔 追着月车的则是 哈提 他们是魔狼芬里尔的孩子 这两头狼一心想要吞噬掉日月 他们不会放弃追逐 因为在预言的安排下已注定 当诸神黄昏到来的时刻 他们就能如愿以偿 可怜的舒尔与玛尼 必须日以继夜的仓皇逃跑 这就是为什么 日月从不停止运行 总是匆匆掠过天空的神话解释 在别有神话的概念里 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永恒 日月面对两头二郎的追逐 无奈中流露出一抹坚强 他们奋力地证明着 就算逃不走 仍要勇敢地向前奔跑 这样的精神 就像日月的光辉 为人们带来能量与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